欸 秦始皇 好久沒有玩秦皇 秦皇的傷害有點不夠力 這個我跟你們講過了 一樣是可以第二關洗技能 等一下等一下 記得消到光珠 消到光珠你就不會對他造成傷害 我要洗技能就是這樣子 消到光珠就可以了 然後技能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欸 還帶不走 我看一下後面還有沒有先攻 欸 如果說沒有先攻的話 我們直接一波吧 這個孤候鳥打開 孤候鳥打開 孤候鳥打開的話傷害應該就超過了 然後下一關是無屬強化嘛 無屬強化直接開那個 西施 直接開西施 然後再來下一關是7combo追擊盾 這邊也是土蜘蛛打開直接黏 欸 還沒辦法開 那這邊的話要轉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好 這邊已經開了 孤候鳥打這個1億3000萬應該是 沒有 這隻7000萬而已 簡單 然後全新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飛影是幹嘛的 新裝火這個 新裝火模組 開這個 暗 木暗 這樣好了 土蜘蛛打開 好 這邊技能全部開一開 然後再來第五關 直接正常轉就好 他減傷20% 血量 他大概打了他1億的血量 但是是沒問題的 然後再來王關 這邊要打1 呃 打15億喔 打15億然後拼圖拼進去 這邊怎麼打咧 首先呢先開這個 飛影1技 飛影2技 然後飛影這個 炎殺黑龍波 OK OK 然後我們用這個火珠去拼 用火珠去拼 然後開龍科把光珠濾掉 光珠濾掉 光珠濾掉 其實我覺得不開龍科應該傷害也夠 只是 穩一點的情況下的話 還是光珠濾掉比較好 這樣轉那個1515比較不怕 不是1515啦 23盾 好 喔 這個傷害非常夠 非常夠力 我們這邊總共打了10億 總共打10億 所以 我們現在傷害是被減到10%的 所以這邊其實已經打破100億了 好 那最後一關我們直接開青黃 按 金木 這樣好了 1 2 3 4 這邊的話也是跟巴龍隊的轉法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跟巴龍的開技能的轉法一樣 這個很簡單 OK 青石黃這一次一樣 爽過 爽過 其實飛影那個位置放個眼球也可以啊 反正 只要你等打15億就可以了